为了推广艺术文化 在台北市从事艺术表演的鱼池女儿 乌明如连续三年 号召一群对街头表演很有兴趣的朋友 在鱼池市区的传统市场 举办鱼池戏剧节的活动 今年暑假7月24到26日 举办三场的创意表演活动 他们结合在地故事、文化、老照片 并希望乡亲们来看他们表演 今年的鱼池戏剧节 一个主题叫做 虚枝家虚枝家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在这个地方看表演 我们今年的戏剧节有四个表演 可以一张票看全部的表演 他买一个鱼池诗人 下一条诗剧 你只要把所有的戏看完 就能把那四句诗剧凑起来 这条票也可以换一个中品 就让大家期待 欢迎来看我们的表演 承办人乌明如也表示 今年更结合古迹梢的表演 只要写出一封信 内容是对于家乡的怀念 就可以赠送古迹形状的鸡蛋糕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表演 可以先跟大家曝光 就是我们的古迹梢的表演 叫做用故事换一份古迹梢 我们已经举办第三年了 前面两年的时候呢 我们会让观众写一封信给你的故乡 有可能是鱼池 有可能是东光 有可能是新城 我们拿这个信件呢 做成第二届的表演 这个信封就是讲说 对故乡的怀念 对家乡的思念 然后看到这个地方物是人非 可是对家乡的爱还是很深刻 所以我们是希望游子返乡 我们的年轻人都回到故乡来打拼 努力这样子 然后也欢迎观众来这边 谁一封信给你的故乡 免费赠送你一个鸡蛋糕喔 先议员王秋淑 相当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藉由这样的活动不但相当有意义 也能带动地方艺术气息 我们游子乡现在在礼拜五礼拜六 都会有举办那个戏剧节这个活动 是由那个吴明如 已经连续好几年举办这个活动 可以促进我们游子乡上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节目 可以促进我们在地的商家 有更好的旅游 欢迎大家来游子乡吃美食 看很好的节目 游子戏剧节在这个礼拜的五六日 都还有精彩的表演 王宇远也欢迎民众 可以来游子参加戏剧节 欣赏精彩的表演 记者邱秉逆 游子采访报道